作为人类,我们一生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。 我们会在太阳升起时醒来,在夜幕降临后困境。 这种现象被称为身体的昼夜周期,或者称作昼夜节律。 昼夜节律控制着我们睡眠的方式,以及醒来的时间。 它们极由升高和降低某些化学物质的分泌来控制我们的身体, 比如褪黑素、皮脂醇,以及神经地质腺肝。 举个例子,褪黑素对光线和敏感会随着黑暗而增加分泌,以帮助我们进入深度睡眠。 大脑中分泌的皮脂醇会在半夜时分达到峰值,从而引发眼洞睡眠,即进入梦境的时段,然后它在叫醒我们。 腺肝在白天一点点累积分泌,逐渐降低我们的注意力,最终让我们感到疲惫。 在24小时的期间内,如果一个人从晚上10点睡到早上7点,褪黑激素、皮脂醇和腺肝的变化,通常遵循的就是这样的规律。 尽管每个人的昼夜节律本身就有所不同,即生物中类型不同,但其节奏本身也会随着我们的成长和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。 孩童通常在出生时的昼夜节律校早,但当他们进入青春期时,褪黑激素和皮脂醇的滞后起效,会使他们的身体对光线的反应也比较弱,所以会大约完两小时才入睡,也就是所谓的睡眠相位护移症。 由于大多数学校对于这种变化并没有做出适当的调整,这就使得青少年在工作日睡得比较少,反而在周末睡得更多。 这种现象被称为假期反攻时差,这也导致了各种各样的问题。 当青少年缺乏休息时,他们的大脑很难集中注意力和吸收新的知识,而且他们会经常记不住白天学过的东西。 这是因为睡眠对于将经验整合到长期记忆中,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 青少年通常会经历一段充满新感知的时期,还会面临身份认同危机。 睡眠少的人,他的快速引动睡眠时间及做梦时间也会减少,而这个阶段是帮助我们调节自己的情绪的。 那些没有得到足够睡眠的人,可能会变得特别敏感,喜怒无常,或者无法理解自己的感受。 休息不足会导致他们在白天感受到更大的压力,反过来又使他们晚上失眠,形成一种恶性循环。 这可能会影响本就更容易紧张的青少年。 相对好点来说,这种压力只会损害他们的创造力。 往坏了去说,这可能会导致他们变得焦虑或药物成瘾。 根据研究表明,这也许是新学年开始时青少年自杀率上升的原因之一。 睡眠还能调节控制食欲的激素。 因此,如果青少年晚上不能进行充分的休息,他们往往会在白天摄取更多的食物,从而导致他们肥胖或者饮食失调。 解决办法也许并不困难,就是根据青少年的生理特征调整社会准则,让青少年按照自然的昼夜节律作息。 事实上,有一些学校已经这么做了。 2015年的秋天,为了适应青少年的昼夜节律,西雅图的一座公立学校宣布,将学校的上课时间从早上7点50,改为8点45。 结果就是,学生每晚平均增加了30分钟以上的睡眠时间。 这之后,他们的注意力水平开始变得更高,获得的幸福感也更多,学习的尽头也比之前更高涨了。 关于这个情况,你是怎么想的呢? 学校是否应该适应学生的生理节奏? 你的睡眠周期是如何演变的? 以及它是如何影响你的生活的呢?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和经历吧。 如果您觉得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,请观看我们其他的视频并订阅我们的频道。 如果您想支持我们的工作,请登陆Patreon.com Spross加入我们。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和获取更多内容,请访问SprossCourse.com 请访问SprossCourse.com